《青花图瓷》在中国的历史 最早可以追溯到唐朝 但到了明朝 他才真正开始流行起来 《青花图瓷》受到收藏家的高度重视 特别是欧洲的藏家 对Alan来说 《青花图瓷》上的插图 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 他尤其着迷当中的自然 风景 动物 和花位图案 他使他将这种艺术 带到商业设计里面 吸引更广泛的受众